其实有遇到病人的X光 是都白的 那可是你跟他讲话 他还有空 我可以跟你吵架说 我们说你这个要插管了 因为他血氧浓度量起来 七十几要八十了 那就像贾医师说的 再不处理 可能马上是有生命危险 那在插管的前一刻 病人还在医院 在跟那个主治医师在吵架 说我不想要插管 因为他没有痛苦 因为对 没有不舒服 对 所以变成 不管是病人 连医生的概念的观念都要变 因为过去医生来讲 我们会想说 一个病人散门很大 还有空跟你吵架 那可能是我们的仪器有问题 那现在来讲 在有COVID-19这个时代来讲 我们就知道了 那他的状况 就是一个沉默性的一个缺氧 就是他自己不知道 插了管之后 就是呼吸器 妈妈呼吸 那呼吸器就不管你了 呼吸器我们可以有 好多种设定 有一种设定就是这个病人 他一分钟就应该要呼吸20次 或呼吸30次 那就不是等他自己开始呼吸 是机器去帮他打的 那这种状况之下 就可以帮他把血氧浓度拉起来 血氧浓度拉起来 脑部 肺部 肝脏 这些重要器官 他获得的养分就会够 就不会有自己在缺氧 然后器官慢慢慢慢一直坏掉 刚刚讲说 就是在新冠肺炎之前 有没有沉默缺氧 就是让我想到的是 其实我们在病房 常常会碰到类似的状况 在新冠肺炎之前 尤其是那种 中壮年的 很强壮的男性 因为他自尊性非常强 而且他很强壮 所以他缺氧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其实他并不会 他可能呼吸一开始变快 他呼吸到30下 就像有人跑白米 他就很轻松 他就跟你说 没有 我没有喘 所以这种常常就在病房 就发生事情 因为护士家也会问说 先生 你会觉得喘吗 不会 我不会觉得喘 现在你会喘吗 其实他是喘的 他其实他呼吸已经开始很快了 他就完全没有感觉到 对 那这时候 如果没有人看出来的话 等到他真的不行的时候 那就真的非常非常严重 这都是直接插管 这个在病房 其实在新冠肺病房 其实常常会发生 像我半年前 就是一直鼻音很重 然后重到可能 我下午跟工作的人员 讨论对稿 他就说 不好意思 拉大姐 你是刚睡醒吗 打扰到你 我说没有 我已经起床很久 然后这鼻音状况 就是连如果我录节目 网友会在下面说 拉拉声音好难听 我就哭腔哭掉的这样子 然后到前阵子 可能会表演唱歌什么 然后说实话 我唱歌很难听 可是他们还是会去攻击说 我的声音好像就是家里死人 哭了一整个礼拜 就是说一直批评我的声音 然后也有很多朋友会关心说 你是不是鼻子 真的有一点问题要去看 然后我也是那个 一时好辣的那个忠实粉丝 我发现这种小事情 好像真的要去医院看一下 后来我就去挂了 那个耳鼻喉科去大医院挂 然后他照X光的时候 发现我这个右边的鼻腔 已经积水蛮严重 他就说那你下次要照核磁共振 我就吓一跳说 不是鼻子过敏而已 我需要照核磁共振吗 他说需要 因为这个鼻腔是积水 然后我就很紧张 然后后来照完核磁共振 刚好疫情爆发 我就不敢去医院拿报告 然后刚好疫情爆发 这两个月 我就是在家里休息 就发现 我鼻涕倒流 跟喉咙卡痰的状况 越来越严重 就是鼻涕醒不出来 然后我常常咳嗽咳到 就是整个晚餐都吐出来了 可是那个痰 还是在喉咙里面 就我不会吐痰 我才发现 我会不会真的有什么问题 然后我同学就跟我说 你可以去下载那个健保APP 虽然你不敢去医院看记录 可是那个APP里面 如果说你照核磁共振 它会有很完整的记录在 然后我就去下载 原来我是得了鼻痘炎 而不是鼻子过敏 然后鼻痘炎 他又跟我说可大可小 就是小的话 你吃药就可以解决 可是如果很严重 你就要开刀 其实这个部分来讲 第一在疫情最紧绷的时候 一些慢性鼻痘炎什么 不去医院是觉得可以接受的 那现在如果有好一点的话 然后而且很多医院 他都有一些快筛 或什么之后的情形 医院诊所还是可以去做修医 可是他不需要去大医院 房间不是很多耳鼻喉科吗 耳鼻喉科 现在很缺乏你这种病了 对啊 而且他已经看过拍过东西 按理来说你去就诊的时候 诊所的医师是可以看得到 他那个检验报告了吗 而且有机会 可是至少他的APP上面有 他可以带着他的APP 对 就还是可以看的 他心里想说那么多年也没事 等疫情过了再说吧 一般慢性鼻豆炎的疗程可能是好几周 甚至用一两个月来算都有可能 看你的状况 而且因为慢性鼻豆炎 你鼻豆里面可能积水 其实那应该不是水 有可能是积农 所以积农一般里面的细菌量是很大的 所以你甚至有可能 第一个要吃抗氧素时间比较久 第二个 甚至有时候可能需要耳鼻喉科医师 去做一些 就是把你的塞住的这个鼻甲 那些东西把它弄通 让这些脓可以流出来 可是我前阵子就是追寒剧 就哭得很惨 那一个晚上我就醒超多皮涕 然后那个鼻涕是真的黏到我 吓到我从来没有就是醒过这种鼻涕 就是像毯一样 但是你不治好他以后一直就治好 他会一直治好 所以还是会看吧 那我去治疗 治疗 异常疼痛 不要忍 哪一种疼痛 该就医呢 那我们现在这边我拿这个叫 这个叫疼痛脸谱 那下面我们从零到十 我们把疼痛给它分十个等级 那通常四分以下的 我们叫轻度疼痛 那四分以下通常是什么表情呢 大概只是没了笑容 或是一点点看起来有点 这样子 那如果你是急性疼痛 所以以前从来没有这种疼痛 我现在突然痛起来了 但是如果你四到七分 你的眼睛可能会有一点表情出来了 四到七分 这个我们叫中度疼痛 那基本上只要是中度疼痛 我们都会建议你尽快早期看医生 讲一声 好 那七分以上 七到十分就不用讲了 这个叫中度疼痛 那虽然这样讲 所以你看就是老人家 老人家他还是很会忍 通常老人家忍受度还是比较高 对不对 老人家如果真的不说他不讲 不过他就是第一个活动力会降低 他也不吃也不动也不看电视 可能就躺着休息 那你去看他说他可能就这个表情 那这个表情基本上他会到一个中度疼痛 家属就要小心 我们前不久就碰到一个老太太 她本身就是因为年纪也大 活动力也不是很强的 COVID来更不能出去 所以在家里休息看看电视睡觉 看看电视睡觉 那家属也发现什么电视也不看 就问他妈妈说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他妈妈说没有什么不舒服 那家属看就不太对 就不太对 第一天观察第二天还是这样子 而且吃的人变少 然后就把他带到医院来了 答应来说其实我们看到表情 基本上他就这种表情 不过他就说 就后来医生觉得很奇怪 老人家这种痛到就去看一下 心电图做一做 肚子摸一摸 摸摸之后老人家就说眉头皱得更明显了 怎么办就超一波扫一扫 超一波一扫完之后就发现他 在那个年纪就发现 长套叠 大肠长套叠 长套叠不是小朋友 OK 所以大家在想 印象都很不错 长套叠应该发生在小朋友 所以小朋友发生长奠叠 第一个常见 第二个他比较相对的病因是良性 大人长套叠 第一个想就是大肠 所以发现长套叠完之后 就去做断层扫描 断层扫描一照完 就是整个有一段大肠 套到另外一段进去 而且套得很明显 所以就跟家属解释 后来家属就决定还是要开 开进去之后 果然大肠癌就做了一个 右侧的大肠的切除 切除完 当然是后来是比较稳定 比较稳定 所以任何急性疼痛 如果会讲没有关系 如果是老人家 又怕这种情况 又不太敢去医院的 又怕麻烦家属的 那家属可以用这种的病人的表情 去帮他看一看 帮他看看 其实我们把大肠切掉之后 因为这个病人是临时过来 所以他一定没有做过任何清肠的这些动作 那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直接把大肠结断 再重新结上去 它那接口有可能会 因为那边有大便 你没有把大便先把它清干净 再开到的话 就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像遇到贾医师刚刚讲的那种 肿油塞住的话 我们做的事情是 等到他下面都已经愈合了 清干净了之后 我们大概会再隔一两个月之后 再进一次手术房 把他这个人工肛门再装回去 其实主要就是为了要手术成功 你就必须要分两阶段 肠胃科都常常看肚子痛 其实肚子痛大家都会遇到 那我们要分享一个案例 他就是一个大概四十几岁的男性 那他其实以前就很常 痛一阵子然后搅一搅 就过了 就没事了 那有几次就是痛得比较厉害 他就曾经有去医院挂过急诊 也有做过一些简单的X光抽血检查 但是之前就医生就给他打打止痛症什么的 然后打打点滴喝喝水 后来他也就没有什么结论 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肚子痛这样子 那结果有一次就是 他本来可能是一分痛两分痛 后来好像 这个右边下面肚子痛痛到好像七八分 他觉得这个不对 跑来诊所说要不要照个超音波看一下 一般右下我们会怕是盲肠炎 那我们就先扫那个肠子 但是发现扫肠子的部分盲肠 其实是没有肿起来 所以其实是看不到什么东西 可是发现结果我在压肚子的时候 其实他痛的地方 他说我不是痛这里 你要再往下压 原来他说痛的地方是右边的腹骨沟 就是我们讲的肝病的地方 他讲的跟我们认知的根本是两件事 那因为他已经很确定 就是说是腹骨沟 我当然就会知道说 他这个其实应该不是肠胃 一般我们右下腹骨沟 我们要小心是 那我们超音波就改扫一下 他左右两边的肾脏 结果一扫描就发现 他这次刚好 右边的肾脏就是已经水肿了 有很明显的肾水肿 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 那他应该是有可能是什么 小的肾结石 或什么东西会阻塞 当你石头塞在那个输尿管 所以你那个疼痛的感觉 就会往下传 通常就传到右边的腹骨沟 他就叫他去医院 后来就做一些检查 就确认他真的有一个 大概才0.3 0.5公分 就卡在那个输尿管的下面三分之一 那后来就密尿科医生 用那个内视镜进去把它打碎 把它打通 那后来他这种状况就比较少发生 那我这边跟大家讲一下说 肚子痛 大家要怎么去分辨和处理 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以你自己的肚脐为中心 然后就画一个十字 这样你的肚子就会分成四个地方 那我们一般讲的所谓的右上 最常见的就是所谓的 那假如你右上的这个地方 有时候疼痛 一痛就痛一两个小时 持续没有办法缓解 然后你出现发烧 甚至你发现你自己尿尿的颜色 变成像红茶乌龙茶这种颜色 这通常就表示你肝胆系统有一些阻塞 甚至感染 这是人家马上去看医生的 那再来我们看左上的话 就是一般大家人会认为 可能跟胃比较有关 那胃的部分一般我们就是要小心 要观察自己大便的颜色 只要大便变黑 像是头发这么黑 或者像马路的薄油这么黑 或者你这个 那种就不算 假如你有吃火龙果 墨鱼面就不要来找 胖胃科了 假如你是确定你正常饮食的时候 大便变黑 或者你因为肚子痛 然后痛到呕吐 结果你吐出来的东西是 像咖啡渣一样的那种东西 或者你自己摸你的肚子 硬得像一块木板那么硬 这都表示你可能有肠胃到出血 那假如你看你肚脂的左下这边 一般就所谓胃壮结肠 女生便秘就常常痛这里 肠躁症的患者也常常痛这里 但是假如你不是便秘 你不是肠躁症 你用手压 你压下去 然后你把手突然放开 你这个肚皮弹回来的时候 会发现很明显有这个反弹疼痛 或者你合并 你大便已经出血 是鲜红色的血便又发烧 这就表示你可能胃壮结肠 有一些感染 比方说气势发炎之类的现象 这也是需要看医生的 那最后面就右下 右下就刚刚假医师说 有一些大肠盲肠这个地方 或者女生的妇科的卵巢 一开始痛第一天痛一分两分 第二天三分 第三天七八分甚至十分 就是这疼痛的强度随着时间 越来越严重 通常这个就是盲肠炎阻塞 甚至是有什么其他状况 那就不对就要看医生 别忘了订阅我们YouTube频道 并按下铃铛收看我们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吗 可以点选旁边的影片哦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